第八十五集 桑莹来到张家红所说的单人病房门口 门关着,但没有锁,一扭就开了 陆恒躺在床上,嘴里还带着个氧气罩 衣服好像没来得及换下来 白色T恤上面见了一大片星红,看起来很刺眼 张家红正抓着陆恒的手趴在床边 听见开门声,一扭头,满脸泪水 看见桑莹,她又惊又喜 姐,你终于来了 怎么回事 桑莹走过去,张家红赶紧把陆恒的手塞到她手里 医生正在准备动手术的事情 那也再晚来一步,她就进手术室了 阿恒伤了内脏,要马上做手术了 张家红臭了臭鼻子 医生还说手术风险很高 她刚刚清醒的时候,说一定要见你 还好干得及,现在有什么话就赶紧说吧 晚了就可能就 陆恒的睫毛颤了颤,慢慢睁开眼 看见桑莹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 随即又暗眠下去 她小声地喊了一声银 声音很小,加上还带了个氧气罩 桑莹只能从口型上来辨别了 我在这里 陆恒颤抖着手,拿下氧气罩,虚弱地看着她 我 我可能不行了 手术这口里提 我把我进去了,就出不来 她也见不到你 你会没事的 桑莹的手扶过她的发际,很温柔 你能不能 能不能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说 你 你信不喜欢我 桑莹点点头,没有犹豫 喜欢 那你 如果我能骗出来 你能不能 能不能 嫁给我 桑莹忆忽然沉默下来 没有回答 陆恒突然呛咳起来 血从嘴里流了出来 张家红惊叫一声,哭上来 姐,你就答应她吧 她都不知道能不能从手术纸身里出来 你就这么残忍吗 血不断地溢出来 很快就染红了盖在胸口的一片被干 陆恒没法说话 眼睛却执意不敢闭上 隐隐地望着她 其实我有句话 一直想对你说 桑莹握住她的手 声音很轻很柔 什么话 陆恒又吐了一口血 眼神露出疑问 蜂蜜下次不要用太多 太甜了 而且味道太浓 一下子就被识破了 湘莹沾了她嘴角上的血 放进嘴里 评价道 都跟你们说了 不要玩那个氧气机了 赶紧拿下来 开关都没打开 话没落音 路过走廊的护士 透过玻璃窗 看见里面的情形 探尽头来 说了一声就匆匆走了 也还好被张家红挡住 她没有看到病床的被单 被陆恒的血染成那样 不然估计得暴走 桑莹终于忍不住 扑斥一笑 求婚攻略第二招 失败 总结经验 演技太差 道具不过观 氛围不够感人 但就在陆二装死求婚的时候 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远在港城 却有人真的出事了 重症监护室外 除了陆恒 远在国外的陆雪 以及陆雨 基本都到齐了 至于二房陆振雨的小儿子陆锋 去年毕业之后回国 没有进陆氏工作 而是频频出没于酒吧 赌场等娱乐场所 顽固范儿十足 被港媒戏称为陆家二少的接班人 陆老爷子静静地躺在里面 人是不知 就在刚刚 他因为第二次突发脑溢血 刚从手术室里边被推出来 连续做了多个小时手术 满头大汗的医生告诉他们 行刑还是不乐观 如果这几天病情有反复 那就是危险 眼下陆家人或站或坐 在这间私人医院的走廊里 有的表情茫然 有的低头思索 此时外面还有保镖守着 没有人过来打扰他们 这是港城最有权势的人家之一了 而陆老爷子是一手缔造荣光的人 可在生老病死面前 每个人都是那么平等 没有人能例外 老爷子生病的消息 谁也没有往外透露 对媒体那边也是封锁了消息 他们嗅觉在灵 最多也就知道老爷子住院的消息 至于病情如何 现在暂时是不会公布的 陆振云抛下公司的一切 匆匆赶来 极致坐在这里 与里面的老妇一墙之隔 已经差不多有五个小时 他年过半百 资质本来就是中人之资 可因为右弟早逝 他又是长子 所以在父亲的支持下 撑起陆氏 可他心里很明白 陆老爷子也跟他常谈过 在陆老爷子百年之后 陆氏是不可能交给他的 因为陆振云这个人 说的好听一点 就是性情和善 说难听点 就是心思手软 在商场上 这样的心情 是很容易被人吃得 骨头都不胜的 这些年如果不是靠着陆老爷子 在幕后运筹帷幄 加上老爷子本身 赫赫威名的震慑 陆氏是不可能如此顺利地 运行下去的 陆振云自己 也很有自知之明 对陆振云自己来说 是不是陆氏集团的掌舵人 其实并没有什么所谓 但他没所谓 并不代表别人没所谓 大房这一脉 包括大太太 他的妻子 陆周启云 甚至是他的三个女儿 都希望陆振云这个掌舵人 能继续当下去 在财富面前 几乎没有人能不动心 如果有人不动心 那是财富的价值还不够大 陆家的财富到底有多少 外人可能还不甚清楚 但是陆家的人个个心有数 甚至在陆老爷子第一次出社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私底下 偷偷找人孤色过了 陆氏旗下 远东实业集团 惠民基建集团 晴云电子科技 惠民基建集团里 又包括了惠民地产和荣发地产 甚至还有澳城的一间赌场 这还不算老爷子这么多年来的财产 名下两间珠宝店 若干别墅豪宅 说富可敌国是夸张了 但是这么庞大一个商业王国摆在眼前 绝对是让人掩着的一座金山 不要说其他人 就连陆振云自己 一想到这里都觉得脸热心跳 有点脚软 现在是陆氏掌舵人的身份 他走到哪里 别人自然会静着三分 一旦这个光环去掉 那种地位落差的滋味 可就马上体现出来了 这就是人情世道 如此现实 所以陆振云坐在这里 一坐就是五个小时 心里始终乱糟糟的 好像想了很多 又好像什么也没想 到最后脑子混沌一片 只觉得累 跟他差不多状况的大有人在 陆景青和丈夫刘华阳 站在走廊拐角 不时低声说话 不时走出去打电话 也不知道在忙活什么 二房的人 则坐在另外一边 大家敬畏分明 各走一阵 虽是血脉相连 可说到底 中间还隔了一层 交情不交心 此刻在很多人的心里 都不约而同的 浮现这么一个问题 如果老爷子真的撑不住 在这个时候走了呢 那么财产会如何分配呢 港城富豪 大都有私人律师 陆老爷子自然也有 而且还不止一个 这段时间 自从他的健康恶化之后 大家也都看到了 老爷子身边 经常会有律师出现 以他这样聪明的一个人 不难想象 肯定早就对自己的身后事 做了安排 但问题是 有律师 有遗嘱 不代表就没有变数 纵观港城老一辈的富豪 如今过世的也有不少了 很多都是在遗嘱分明的情况下 当家人一过世 子孙们就开始互相攻坚 为了争财产 全人撕破了脸面 法律反倒成了他们钻空子 占便宜的工具 所以陆家这种情形 也很难不令人浮想连篇 一阵脚步声响起 陆宇从外面走进来 穿过走廊 与陆锦青夫妇 挫上而过 看都没看他们一眼 陆锦青脸上浮起怒意 这个侄子也太目中无人了 真把自己当成继承人了不成 他张嘴就想骂人 刘花阳赶忙拉住他 示意他忍住 陆振宇也抬头看小儿子 但陆宇脚步并没有停下来 静止地走向陆振云 他这段时间一直在公司坐镇 前段时间进了董事局 雷厉风行的手段 很是镇住不少人 大伯 怎么了 陆振云看向他 爷爷情况不乐观 把陆恒叫回来吧 陆云道 陆振云有点意外 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提这一茬 也好 你去打电话吧 你三奶奶自从老爷子出事之后就病倒了 正好让阿恒回来照顾他老人家 陆宇暗自耻笑 看来这位貌似憨厚的大伯 也不是没有自己的小心思的 陆宇正想说什么 却看见病房里面 连接陆老爷子身体的仪器忽然坚弱地响了起来 他的心骤然狂跳起来 张了张嘴 却说不出话 不仅是他 陆振云乃是陆家其他人都是脸子大变 无需他们去喊医生 这里重症监护室的警报跟医生办公室是相通的 警报一响起 那边医生就以最快的速度赶了过来 接下来是紧张的抢救 陆振云他们不能进去 只能待在外面交集等待 无论每个人心里是怎么想的 但是脸上都流露出关切担心的情绪 陆锦青的心思转得很快 转头跟丈夫打了个眼色 两个人往外走去 二嫂陆冯淑仪眼疾口快 哎家姑 你们上哪去啊 爸爸还在里面抢救呢 陆锦青回过头 震惊道 妈有事找我们 我们得回家一趟 这次陆老爷子病倒 三房太太都没有到医院来 一是他们年纪也不轻了 经不起来回奔波 医院里有小辈们守着也就够了 二是现在外面都在揣测 陆老爷子的病情 如果连大太太他们都过来了 那无疑做实了外界的猜测 再说 三太太现在已经病倒了 家里有两个病人 实在没有必要再添一个了 是吗 陆冯淑仪狐疑 陆振元也很奇怪 不过他自然相信自己的妹妹 那你们快回去吧 说不定妈有什么事情交代你们 听他这么说 陆冯淑仪倒也不好再反对了 陆锦青跟丈夫快步走出医院 却不是去停车场开车 回陆家大宅 而是来到外面的花园 怎么样 你那边有消息了 陆锦青问 陆冯淑仪